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函数的地规 那么函数的地规是一个比较这个非常好玩的一个东西 那么在学习地规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呢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地规 那么一般情况下如果呢大家呢出去以后呢 咱们的面试官呢去问你地规相关的知识 那么说明了这个面试官呢水平还不错 但是呢正常在我们的这个工作中啊 一般情况下啊会禁止你呢使用地规 好那么近的是非常矛盾的两句话 一方面呢我呢又特别吹捧这个地规呢是一个比较高大上的一个知识 另一方面呢我呢又告诉大家呢这个工作中的一般情况下 它是禁止去你去使用这个地规的那么到底这个地规呢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呢所谓的地规啊它的概念就是函数呢可以呢自己调用自己 那么函数自己调用自己的过程呢称为什么呢称为这个地规调用 那么很多时候啊我们的地规呢它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呢可以写出地规啊 但是呢我们并不知道它是如何如何得出结果的 那么具体呢我们先来学习如何能写出地规啊 那么写出地规的时候啊我们呢有这么几个环境法则呢啊可以呢辅助大家呢去选择 呃辅助大家去进行编写 好编写方法那么首先第一点呢我们呢 要去找这个临界值 所谓临界值呢就是 无需计算 啊得到的值 这呢叫做这个临界值 第二点呢我们要找这一次和上一次的关系 好第三点呢我们假设当前的函数呢 已经啊可以使用了 然后呢调用自身计算 上一次的运行结果 然后呢再写出这一次的运行结果 那么你比如说呢我们要去计算这个 好再多讲一句啊我们的地规他可以干什么呢 呃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循环能干的事呢地规都可以去干 然后呢循环干不了的事呢我们的地规呢也可以去干啊这个是我们地规的一个作用 那么就以一加到一百的和为例 好那么在这呢我们的一般情况下呢啊 给他呢变成什么呢变成一加到 n的和 那么在写的时候呢关于我们地规在写的时候有这么几个特点啊 需要大家去注意 那么特点的第一点呢就是啊必须有这个参数 第二点的是必须有return 有这么两个特点 那么我们要去计算一加到一的和 在这呢我分装一个函数呢叫做sumn 那么首先呢我得找零介质啊 那么当n是1的时候呢 我们的结果呢是啊 1啊因为我要计算1加到1的和 如果是2的时候呢我的结果呢是啊3 那么这个呢叫做零介质 我无需计算的就可以得到的值 它是零介质 然后呢我们去找这一次跟上一次的关系 那么第99次跟第100次的关系呢是我sum100 它等于sum99再加上一个100 这呢是啊这一次跟上一次的关系 那么我们假设这个公式呢它已经可以去使用了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运算结果呢给写出来 它写出来应该是等于sumn等于sumn-1加上n 然后呢我们在这儿的sumn呢其实呢就是我们要去求的sum100的值 那么sum100的值呢它等于sumn-1加n 这呢就是我们函数的一个低规调用 好然后呢我们呢去把这个sum100给它传进去 最终我们运行一下这个结果 它的值能是5050 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呢大家会觉得非常的神奇啊 哎我们的低规呢居然呢通过这种方式呢去写出来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它是怎么去写出来的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画图呢去帮助大家呢理解一下 好那么我们已经知道了 我们每调用一个函数呢 它都会形成一个作用率 然后呢去进行计算 那么当我们想去计算sum100的时候呢 在我们的内存中呢就开辟一段内存 假设呢这是我们的内存 当我们要去计算sum100的时候呢 就相当于在内存中呢开辟一段空间 这个空间呢是专门用来计算sum100的 那么当sum等于100的时候 它不符合这个条件 那么它会来执行这个地方 sum100的等于sum99加上100 但是sum99我是不知道的 所以呢我在这里需要呢 通过一个喊秀呢去计算sum99等于多少 这地方呢是sum99 然后呢sum99呢同样的不符合 n等于1的情况 那么它得去计算什么 它得去计算sum98 加99的一个值 但是呢sum98等于多少 我不知道 我得通过一个喊秀的区域 计算它的一个结果 以此类推 我得计算sum97 计算sum96 计算sum95等等 好 那么继续往下去走 当我啊 计算到sum3的时候呢 它告诉我 我得知道这个sum2 等于多少 那么当我要去计算sum2的时候呢 它告诉我 我得知道sum1是多少 那么直到sum1的时候 那么它呢符合这个临界值 最后呢得出的结果等于1 那么sum1知道以后呢 sum2呢也可以计算了 sum3也可以计算了 最后呢以此类推呢 最终呢得出这个sum100呢 等于多少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地规调用的一个原理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就是我们在进行地规计算的时候呢 会一次性的去迅速的调用多个函数 那么调用多个函数呢 它会造成一个后果 就是在短时间内 使内存呢 聚增 这个主要是因为呢什么呢 我们只有计算出最后一个零界值呢 我们前面所调用的这些函数呢 才能够着意的进行释放 而并不是像咱们平常在调用函数的时候 一边释放程序 一边呢 再去调用新的程序 那么大家来想一个问题啊 我们在计算机执行程序的时候 到底呢 传入这个值是多少 这个值有多大 都是不确定的 我们有可能在计算的时候呢 去计算这个一加到一亿 或者能一加到一百亿 而我们这个计算机 它计算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它是几百亿次每秒 那么这就会造成 我们会在一瞬间呢 会占用大量的这个内存 然后呢 造成我整个程序的一个崩溃 所以呢 这也是为什么 在工作中的一般情况下呢 是使用你 禁止你使用地归的一个原因 当然呢 在这所说的这个禁止你使用地归啊 并不是完全不让你去使用地归 我们可以使用地归吗 可以啊 但是呢我们要去给它加诸多的这个容错 继续 好 那么这呢是我们关于地归的一个写法 然后呢 关于这个地归啊 我们来写一个练习 我们呢 使用地归去完成 打印N个Hello World的分明程序 好 那么在这呢 我们来回想一下地归 编写的一个过程 首先它得有一页参数 啊 在这呢 我要printN 那么我得找出临界值 临界值呢 是当我N等于零的时候 啊 那么我就不需要去打印这个print了 我直接return就OK了 好 然后呢我要找这一次跟上一次的关系 那么 第N次比第N点次呢 多打印一个Hello World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printN呢 它等于什么呢 它等于 document .write hello World 然后呢 return n-1 return printn-1 那么最终呢 当我去调用这个print 10的时候 我能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在当前页面上面 确实呢 输出了10个了 这就是 低贵的理论